蛋仔派对又变成bug派对 你不会打不出咸鱼十八刀吧 我哪个道 时隔多日 咱们蛋仔派对又出现了今天bug 众所周知 蛋仔中有一个bug叫做蛋之呼吸 蛋之呼吸成功之后 只要我们的蛋仔开始滚动 就会出现绚丽的效果 如果使用的皮肤滚动起来有脱尾效果 或者我们吃到了岛上的加速音符 滚动起来的效果更是十分的炸裂 经常卡bug的蛋仔都知道 蛋之呼吸一般只会出现在蛋仔巨大化bug之后 所以说 我们的巨大化bug也现实回归了 这一次的巨大化蛋仔不像以前的奇形怪状 并且非常的圆润 方法也很简单 只需要点击活动 找到奶酪大作战 然后点击前往挑战 我们就会变成一只小老鼠 接下来寻找一只大渊种 带着它来到活动场所的二楼 看到这个衣柜了吗 只需要小老鼠抱着一只正常的蛋仔进入衣柜 等待一秒钟 就会获得一个大大扁扁蛋仔 多重复几次 就会获得一个超大扁扁蛋仔 非常的丑 这时候只需要点击复位 蛋仔就会立刻鼓起来 变成一只正常的超大蛋仔 是不是非常的好看 记得千万不要变得太大哦 不然会影响到其他的蛋仔 我们可不能做剑的 这是一条咸鱼 咸鱼双刀都会吧 出刀都会吧 滚刀也都会吧 这些都是基础操作 那你会咸鱼三刀吗 相信会的蛋仔是非常少的 不过不要担心 学会了这个bug 我们一挥手 就是咸鱼18刀 过程也是非常的简单 首先来到蛋仔岛 中央的大蛋仔雕像这里 它的四周有三个道具刷新点 我们先在这里找到咸鱼 哦对了 现在的蛋仔岛上 喷泉后面已经不刷新道具了 所以现在想刷新获得道具 就只能来找大蛋仔雕像 我们继续 拿到咸鱼之后 点击设置 然后打开相机 在这里有三个选项 我们选择镜头加蛋仔 到这里都很简单 接下来注意看 我们需要再点击 使用咸鱼的一瞬间 切换模式 一直不停的切换 就会发现 我们的蛋仔有用不完的咸鱼 其实除了咸鱼 别的道具也是可以的 但是效果都不太明显 我们也可以试试组合技 首先找到一个弹球 拿在手上 然后使用勾爪技能的一瞬间 开始切换模式 蛋仔就好像是在打篮球 如果这时候 我们穿上了一条背带裤 家带们 马上就赛季更新修复了 大家快去试试吧 谢谢大家